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狠的老太太 捡到一包巧克力 不仅没报警 竟然还给贩子们还回去了 换完不赶紧走 竟然还想加入他们 贩子们都懵了 这年头老太太都这么疯狂吗 于是甩过去一包巧克力 只要卖出去不被警察抓 利润九一分成 贩子们九老奶奶一 老奶奶当即答应下来 不过一回家就犯了难 贩子说要分成五颗的小块出手 可这玩意儿硬得邪乎 餐刀切不动 电锯拉不开 这怎么搞 只见老奶奶抛起往马骨菜刀 你别说 还得是咱中国的传统手 就是好使 可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玩意儿卖多少钱合适呢 老奶奶找到当警察的女婿打探消息 她从没想过 这小小的巧克力竟然这么值钱 怪不得说挣钱的方法都在刑法上写着呢 最后一个问题 买家怎么找 老奶奶一时之间没有什么办法 只好到混混聚集DI的大地 人们都以为她是条子派来的 分分避而远之 好不容易有个傻小子要买 结果被热心市民误会 等老奶奶走出来后 那个傻小子尾随而上 就这样 老奶奶完成了第一笔交易 在后来 她跨着买菜篮子来到菜市场兜售巧克力 由于她的货正宗 立马在当地打开了声望 那一整块巧克力也很快被她卖光 当她钱交给贩子头目时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老太太是个人才啊 于是又给老奶奶两刀巧克力 老奶奶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找到教堂的神父熟悉 神父刚想宣她善良 宣戴和人家捐款实在大方 老奶奶的货味正价格低 很快就引来了一大帮回头客 她这边赚的是盆满钵满 可其他巧克力贩子算是倒了血霉 压根就没人买他们的 于是他们便展开了报复 这下老奶奶慌了 钱和巧克力都被人家抢好了 这袋怎么和巧克力贩子交叉 于是她弄点鸡蛋 加点巧克力 做出来一锅蛋糕 请老姐们一尝 味道还不错 就是吃完特别容易嗨起来 当她再次回到贩子那交差时 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却老奶奶早已成为了这个窝点的销管 于是老大直接一次功货八公斤 这下老奶奶可就为难了 这要是在中国 都够枪毙两分钟的 老奶奶也同样为难 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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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奶奶这下可就威风了 一个两米高的奥胖亲自护走 吃老奶奶的蛋糕超级过瘾 而且也没有被警察抓的风险 很多顾客老早就在门前排队等候 老奶奶一下子就忙不开了 怎么办呢 当然是拉好姐妹们入伙 可这些还远远不够 她再次找到巧克力贩子 表示自己要拿利润的三成 贩子犹豫了 不过老奶奶是这个窝点的销管 三成就三成吧 这下老奶奶挣得更多了 但随之而来的 还有更多的需求量 于是她约来了当初欺负她的混混 既然自己忙不过来 那就培养分销伤 利润九一分成 她掌握核心技术 他们负责开拓销售渠道 越吃蛋糕饮越大 饮头越大越爱吃蛋糕 老奶奶仿佛就是个犯罪天才 每天忙里忙外 甚至还有专人供货 可就在这时 她的警察女婿来看望她 本来无照精灵也没啥事 不过那个小个子警察 突然看到了奥胖双人 这不就是他们心心念念的走私犯吗 可谁承想 一开门竟是一个闷骚的老头 警察女婿今天可算是丢了个大人 赶紧将同事抱走 而老奶奶为了不被怀疑 只好牺牲色相和猥琐大叔约会 第二天 她又来到了教堂唱舞 而神父在她的供养下穿的光鲜亮眼 看在美超的面子上 她对此恍然大悟 原来上帝的安排自有她的美 虽然老奶奶挣了很多钱 但是她被胆空虚 于是来到女儿家 却发现自己是那么的失败 老奶奶突然意识到 自己已经迷失的太久太久了 而到了晚上 她正和姐妹们看电视 突然一阵敲门声传来 八十岁的老奶奶凭什么能成为一代销唇 她源头进入 一下走量 将巧克力掺进蛋糕里 安全无风险 销路打开了 就拉老姐妹们入国 实在忙不过来了 就收买刺激营销商 只要有生意头脑 无论干什么都能出人头顶 短短两个月 她竟将窝点的销售量提升了整整一倍 甚至受到了总经销商的青睐 老大提议将蛋糕卖给幼儿园 从小就培养顾客 老奶奶犹豫了 不过看着老大两个壮硕的保镖 她也不敢多言 第二天 她去幼儿园接孙子放学 心中已然有了主意 孙子想去海滩游玩 奶奶自然不会拒绝 刻意买了辆厂房跑车 结果 住的是总统号房 玩的是俄罗斯轮盘 老奶奶们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一时监禁有些荣光焕发 面对这么个风雨油存的美女 哪个男人不动心 回到酒店后 老大打来电话 试问她怎么还不去幼儿园卖蛋糕 老奶奶着实有些飘了 一句话便给人家打发了 卖 卖你奶奶个腿 几人疯狂过后 更回个家 可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 贩子已经绑架了她的孙子 如果老奶奶不卖蛋糕 她的孙子性命难保 就在这时 那个警察女婿带着小个子警察登门道歉 贩子们赶紧跳窗而逃 女婿进来后也懵了 老奶奶赶紧说这是疯瓜的 就匆匆把俩人赶了出去 老奶奶是个狠叉子 甚至最好的防守就是主动出击 深夜 窝点响起了敲门声 奥胖刚一开门就遭到了一闷棍 老奶奶们手持各种武器穿进窝子 急声吏色下 威胁贩子放开了小孙子 小孙子刚走 下一秒就尴尬了 老奶奶们立马被五花大把 而另一边的奥胖正追赶了小孙子 突然气氛有些不对 开玩笑 警察的儿子你也敢绑架 这边贩子正在嘴号 突然 老奶奶们因为贩卖巧克力被判六年 不过他在贩卖的过程中 结交了不少好朋友 他们自发游行 纷纷要求释放这个禁烟英雄 毕竟窝点被钻 老奶奶功不可没 于是法院出于人道考虑 判处兼外执行 而老奶奶们出于吼 又刚回了老本哈 这次里面可没有加料